香港青少年当中 大约2%至3%患有脊柱侧弯 单纯影响外观 严重甚至影响心肺功能 要开刀治疗 传统的治疗脊柱侧弯矫形支架 非常笨重 患者长期带着有局有热 要兼顾治疗功效和舒适度 香港理工大学时装及仿迹学院 副院长叶晓云利用时装概念 研发出多款功能医 财侧轻便柔软 亦更加美观 还能够在人工智能AI辅助下 透过收集脊柱侧弯患者的身体数据 提供量身定制的矫正方案 例如在哪个位置施加矫正力 施加多大的力等等 其中一款配备传感器的智能背心 可以连接手机应用程式 监测并提醒患者及时调整座脂 并配上英语学习平台 鼓励青少年一边学习 一边练习正确的座脂 这项研究在日内瓦国际范明展 获评审团嘉许金奖 叶朴云亦都希望尽快将功能医 推出市场 令到只是属于大学橡牙塔的研究成果 造福于文 才能够贴身又贴心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 等于大学橡牙塔 叶朴云 却改天